一个星期了 这个星期我们都要穿黑衣服 对啊我们没有约定的 但是都要穿黑衣服 完全没有约定 很搭档 最近我们的新闻很多都是 关于美国总统的大选 全世界不关注的话题 全世界都关注 其实都关注的 我们其实你说关你什么事 很多人都这样说 但是其实不是的 加拿大的人和美国的关系 是千丝万留 是兄弟的关系 还有这么多年 我们是很大的贸易伙伴 所以不能说我们不理的 都是关我们的事 不过 其实我们的经济 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七十是和美国做生意的 我们加拿大 所以美国有少少风吹草动 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影响的 不过今天 阿Piles想先说一下 这个孟晚舟事件 孟晚舟事件 有什么更新 其实孟晚舟事件 我相信都是导致 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 现在跌到冰点 甚至包括 我们中国驻加拿大的 其实大事都恐吓加拿大的政府 就是因为我们有个报告 之前就是说 我们关注香港的事情 就是人权状况 新疆的事情 那我们是 加拿大其实是一个辣角的精神 都是普世价值是很重要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因为我们有个人权委员会出来 发了一个报告 就说了这几样东西 就是报告里面的内容 提了这几样东西 那中国大事 住加拿大大事 就发出一个很严厉的反应 的讲话 基本上就是 袁夏之意就有说 加拿大其实你不可以 管住国内政 如果你这样 是对于在香港居住的 30万加拿大身份 就是拿加拿大户照的人 是绝对没有好处的 那袁夏之意就有些 我们的感受就有些恐吓的成分 所以大家的关系变得很差 那为什么我们的关系这么差 其实起源就是 曼晚舟就是华为的太子女被捕 所以因为这件事 导致中方反扣留了 我们两位Michael 一个前外交官 和一个在那里做生意的人 就控告他们 就是说涉嫌在 侵犯他们的国家的机密 那样 就是好像有些做间谍的嫌疑 就抓了他们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就在这个糾纏了很多 很多很久都差不多年多 那在这个法庭上面 也有很多争论 那今次的消息就是 他告了差不多 加拿大就上一个庭 就说他们是接纳了 美国是可以引渡 慢慢的女士回去 那他们就上诉 在上诉的时候 就打很多程序约的议题 那其中呢 有一个就是说我们 可能是不法地扣留了他 就是有些人就算你明知他有罪 你扣留的时候 都要跟一个合理的程序来做的 那他们现在在争拗 就除了开始尝试 就说美国的法例 是不应用到加拿大 因为他在加拿大没有犯罪 拗过这些东西 但是不成功 就现在是在打着程序 那今天的信息就是说 曼玛州的结果方面 其实取得到一个可以说 一个阶段性的性力 因为他在BC的Supreme Court 就赢了一个决定 就是Supreme Court 就是说他同意 代表曼玛州的律师 针对美国究竟 有没有在曼玛州这件案里面 误度了加拿大 而令到加拿大 是做了这些拘留的行动 如果他是有误度的成分 那这个行动其实是非法的 因为是没有一个法律的根据 所以他们现在就定了 在明年2月再上庭的时候 就大家收集多些证据 再去做一个处理 所以在现在到明年2月 就是肯定慢慢收 就不用被代价去美国 就算明年2月再上庭的时候 究竟会不会再拗完一轮 还可以上诉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漫长的 但是我们至少旁观者 我们都可以在法庭那里 拿到任何关于这件案的讯息 而大家如果有兴趣 都可以上 Business Supreme Court的网络 其实这些这样的案件 全部的资料都可以下载到的 相信香港有些保障都会 给香港的听众多些资料 如果大家有兴趣 他们都会报道这些新闻 因为这件事都是一个国际性的新闻 也是很影响到 香港的加拿大人 会不会因为这件事 而陷于险境 这些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是的 没错 我们的司法制度 永远都是非常透明的 还有我们是说人权的 所以在未有足够 或者一个证据 甚至是控告你 都给你机会去上诉 慢慢去谈 慢慢去判 慢慢去审 直到最后的建案层次 所以其实才决定到 所以这个官司 都想得到是漫长的 因为其实当你如果 有足够的银蛋 去支持这个选择的时候 就是钱是非常重要 是决定性 你究竟可以拖多久 还有你究竟赢还是输 跟钱都有关系 不过今次就是说 打糖这些好像三万多元加价 就是很简单的一堂上庭 一天 写几封信都几千元 可能两三封信 你何况是上庭 真的没有钱都搞不定 不过今次这个程序上面 白晚舟方面的律师就说 可能美国是濫动了这个程序 现在这个 究竟有什么资料 也有什么证据去说到这个 证明他是濫捕 这个也是要时间搜集证据 不过似乎就是 孟晚舟现在告他就是说 他是涉嫌欺诈 欺诈罪就似乎 无论你在哪个地方欺诈 其实加拿大 甚至跟美国有一个引渡条例 其实加拿大是有这个责任去拘捕 他暂时就是这样说 至于你说将来 他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到 他真的没有欺诈 这个也是一个很漫长的官司 因为似乎 所以现在汇丰搞到周身都矮 就是因为汇丰 温哥华的地方 没错 没错 很近的地方 在这里 而且他的住址 其实都公开了 很多人都知道他住在哪里 可能成为一个景点 还有 听说最近有位富豪在他旁边 一笔钱 700万 就买了他旁边的房子 都成为新闻 是 是 没错 这个也挺好笑的 Payas 我们说了一些孟晚舟事件 令到我们加冲关系 就非常敏感 但是另外一件事 我们都可以说一点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 向美国总统竞选 哇 洗版 每天都有他的报道 其实想问一下Payas 因为Payas是做生意的 这么多年 很有经验 其实如果共和党和民主党 两个党 随便一方赢 其实对我们的加美关系 那个贸易方面 我们的做生意的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Donald Trump 什么时候都用一个选举议题 就说他American first 就是放美国行先 还有所有的利益都关注美国 和美国人的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 就是不要说和世界其他国家 正是和加拿大本身 都在贸易里面的合约里面 都有不同的争论 他都曾经取消了 或者是废除了北美自由协定 而要单方面和加拿大 另外定立一个协定 和墨西哥定立一个协定 以前就是一个协定 三个国家都共同遵守 他在每一个独立 谈判里面 可能他有一些不同的要求 针对某个国家 就出了不同的条件 但是基本上他的前提 都是说我们觉得以前 就是Donald Trump想 以前我们这些合约 是对美国不利 我吃虧了 我现在是要跟你再重新谈判 而争取多一些利益 所以在这个设题里面 就是Donald Trump 不要理他对其他国家 就是对加拿大 都是没有以前那么宽容的 在这些争拗里面 都是辣辣了一些 因为现在你知不知道 因为他那时候对我们的 铝的木材 就是铝财和铝质的金属的 入口去美国 都曾经加了关税 那当加拿大 因为他加了一些关税 而做一个反制的 加回你的关税 结果令到某些美国生产的 电器用品 其实说不觉 就是说牌子的sub-zero 比如楼头冰箱那些 全部都加了 都贵了十几百分比 那就是有很多这些 我们不以为意 两个争拗的 结果到我们的消费者 都在某些程度 买某些东西贵了 但是我觉得这些 怎样都是大家 总之有个有和有往的沟通 怎样都会达成某些协议 但是究竟怎么样 我相信都会过一个很漫长的争拗 才达成这个协议 但是如果特朗普赢了之后 可能他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政策有些不同 那在世界政治的舞台里面 和一个global里面的经济环境之下 会不会令到我们加拿大 一定是有损害 那是另一个主题来关注 但是如果只是说我们两个国家 肯定是我们都要认雅低威地来和他们谈 因为他们有强势 就是多一些要求 那在世界里面 如果譬如加拿大和美国 因为要保持一个五眼联盟友好关系 而美国如果和中国或者是北韩 或者某些国家有某些争拗 变得很容易将加拿大拖到水 因为我们多数和他站在同一层线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举个例子 如果美国和中国有些比较磨擦 无论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 那加拿大没有勾票 都要参加下去美国这个阵营 那会不会令到我们和那些国家 比如中国、德韩那些 关系更加落冰点 没有生意做 那对不对我们的影响 那一定会有 经济上就是这样 但是似乎很多人就说 因为特朗普是 他是为了普世价值而战 似乎他是 是的 我同意的 他对我们加拿大的 很多地方的贸易 甚至欧洲 都很不喜欢他 因为他很强硬 他真的 所以都是美国第一 但是实际上 当你了解到他的立场 那我们加拿大的竞争力很大 我们的天然资源这么丰富 我们所有的资源 天然资源都比较多 和便宜一些 而我们的出口 对他们来说 真是打击的 对他们很多的生意 真是有打击的 所以他又要做一些东西 去对他们自己本身的国民 他们本土的生意 所以交给我们关税 就是你看回 如果他用他的角度 那当然 我觉得他又对 是的 是的 我们就变成了 就是说出口 可能就要多多少少成本 这样 那当然对我们是不利 但是对于 特朗普来说 他们做生意 做生意当然要保护自己 事本生意没有人做 是吧 我当然要赚你的钱 我才能做 所以我明白 还有特朗普 和我们现在的特朗普 似乎就好像特朗普在教育儿子 那个关系 似乎 他又不是很尊重 做多事 事实上特朗普 跟他来说 在经验 在世故方面 做人方面 都可能救他这么厉害 那我都明白 而我觉得 如果我们现任的总理 肯定就喜欢民主党 那你记不记得 那时候跟奥巴马 哇 就是又是那些 什么bromance 就是那些 兄弟情 又去一些好餐厅 大家又很好谈 大家 是不是 就是很合得来 就是肯定 他跟之前 就是奥巴马 就很好谈的 但是跟特朗普 就每个人都不喜欢他 其实这个都很正常的 因为 我们加拿大 就说联邦的政党 我们有保守党 有自由党 还有生物主党 那自由党 通常都是中间 有时偏右 有时是比较 中间偏少了 那现在保守党肯定偏右 所以保守党的价值观 其实就很相近 美国的共和党 而美国的民主党 就很相近 我们联邦的自由党 那样 那所以 就是两个的 就是在党里面的党领 或者总理 总统 那样 就是会有一个 在理念上 是会有少许差异的 那所以 但是我觉得 国与国呢 有时就不是说 你自己想的 是主要是 要将自己的国家的利益 为上 还有最好就是 大家谈得到一些 协议 或者是 贸易的协定 那想大家都 是win win 那样做 那特朗普呢 因为我觉得特朗普 本身那个人 是一个很厉害的生意人 还有我想 他本身做生意手段 都挺邋遢 所以他可能 将这套生意的手段 运作在一个政治上面 或者在国与国的交往上面 可能就变成了 就是 见他的行为 可能有少少觉得 他好像大客戏 那样 就是总之 美国 是拿着一些 就是 筹码在那里 只能抛你 这样 嗯 但是好像最后 都是没有加到 那个女儿的关税 好像是 后来谈了 是 所以我就觉得 特朗普就是这样 就是 很多人 都是不是先吓你 但是最后他又没事 就是最后他都是 你只有一把声 其实他都没什么 就是 我就觉得他是有 一些给我的感觉 是的 还有 还有我觉得特朗普 不是说 他做生意人 但是他这次做总统 我觉得他不光是为钱 他是一个利益 就是利益 那个不光是钱 那样东西 还有那个价值观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有些事情 其实他违反了 和钱是背道而似的 其实有很多事情 如果钱解决到的问题 他不需要弄到这样的 就是特朗普现在做很多事情出来 特朗普本身 他这样的年纪 其实他要赚的钱 都够了他一世一世 就在家 所以他做到这样的位置 应该不是钱 只是最重要的 肯定他是 就是 权势名誉 还有各方面 他也是一个他的考虑 还有我觉得 他看到一些事情 可能是 就是 短的 是很远的 就是他的内容 是比较远一点 他看到一些事情 不只是眼前的利益 就是他看到一些事情 可能是比较 再远一点 如果现在不做 就不行了 你将来都没有了 就是那些 就是一些 其实特朗普 他做事 他有时候 他是不需要顾忌那么多 因为他 他的人 比较是叫做 就是只要他有个理想 他就会 扑到去做 因为很多人都在这儿 害怕 他之前 要将耶路撒冷 他们承认 将大使馆 搬到耶路撒冷 那就是 基本上就是承认了 以色列将耶路撒冷 当作他的首都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是 在那里中东那里 可能是一个计时炸弹 因为中东里面 针对耶路撒冷 这个议题 其实是很多周边的国家 都 即是 不敢做 美国都没有人敢做 都不敢搞这件事 因为怕他搞出禍 就是搞到立刻爆炸 那结果特朗普做得到 做完之后 没问题 还搞到 落贝尔和平奖 拉到两个国家 还在开会 还想承误大家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那些兵 行险着 有时候你 没做完之前 个个都以为会出事 结果做完了又没有事 所以 真的是 超级搞得到 这么多届 那些零届总统 是没有人搞得到 是不是 只有升级 那个冲突是升级 是不会搞得到 这次他竟然历史性是这样搞定 我也觉得服了他 但是无论如何 他赢还是不赢 我们很快会滋销 一个星期左右 那我们到时 就会很多不同世界的 就是名嘴 报章 各方面 有很多不同的评论 那我们到时 又可以谈谈 究竟 那你现在有没有心水 你有没有心水 我想问 我有心水 你有没有心水 有没有 其实我想过 因为我也有些亲戚在美国住 那其实我谈过很多 我的感觉 这个个人的good feeling 我就觉得 现在应该是特朗普赢面是6 拜登是4 就是之前就5 但是我个人就觉得 其实因为好像上一次那样 我觉得有一部分美国的人 他是心里面 他不敢说出来 就是他这些是政治不正确的东西 但是他心里面 其实是在想支持特朗普那些想法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算你做一些民意调查 你问很多人 很多人表面上去 我没订 或者我觉得 我都是不喜欢特朗普 结果投票反而是投了特朗普 我觉得会有这样的现象 所以在这个民调那里 有时你见到一面倒是 偏向拜登 但是到了真正投票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你看不到的人 或者中间浮游的人 是反而会投了特朗普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困难 尤其现在最近这两个礼拜 都这么多 关于拜登的儿子的丑闻 那这样出来 那这些会不会左右到一些 比如举个例子 本来有些女性的选民 是比较偏向民主党的 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们觉得会不会这个 是有很大的corruption 在里面 而是未爆出来 但是已经有迹象显示 这些是牵涉了 这个家庭里面 那会不会我今次 都没有投这个人 要不然会投错了 所以有一部分人在last minute 是会有困难的 所以我现在的感觉 是我觉得特朗普会赢 不知道这个正不正确 因为跟很多人说 是相比到以前的 很多人投票 因为现在COVID-19的关系 很多人是可以邮寄去投票 很多人说要改 有7千万人投票 好像有几个州 好像有几个州 可以给他们改 有些人 好像有7个州 或者几个州 可以给他们去投票 寄出了 之后再可以改 那肯定有人是 本来不是投票 我猜 为什么这样出现 这样的消息 每个都去改 这个是好笑的 我觉得这个是 还有加上 他们真的 这个消息 这个电邮门 我们叫做电邮门 这件事 其实因为中国 实在最近太多 太激烈的关系 再出现这些 这样的事件 虽然这件事件 在2017年开始 即是他的儿子 Hunter Biden 即是和乌克兰 和中国那些 千丝万瘤的关系 但是问题最近 就是中国发现了 这么多这些事件 包括新疆 香港 西藏等等 这些事件 我觉得就令到 很多的美国人 就开始会 将它 puzzle 放在一起 去看这件事 是的 加上那些 就是 有的人 去做证人 有声音 那这些其实 还有 已经主流的传媒 已经不帮忙播了 这个才更加 令到那些美国人 更加要 再想清楚 这个是 是的 我也不相信 美国 会有些 可以是主流传媒 都禁制了 这些消息流出的 是的 不过在选举的时候 也是 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大家都要立场 有些 某些传媒 背后支持者 可能是持某些立场 他们 暴露出新闻 有些少少偏颇 这个 大家要看清楚 是的 看清楚一点 好了 Piles 不如去休息一会 我们回来继续